大洲车站 为罗东林业铁道的其中一段 原为运输干这所需 后来因为开始了客运业务后 才开设大洲车站 并因此转型为无人助手的招呼站 但随着林业铁路的停驶 加上现今公路的发达 因此它也在七零年代时工程升退 在2005年的时候 大洲车站经过改建 摇身变为以快木为主的建筑 走向日式风格 翠绿的草地 趁着木造的站房 让人不停回味老地方的朴实之美 缅怀当年的太平山铁道史 出品的材料 这种感觉 太平山铁道